但是我很會彈親喔 我已經很久了 我會說我是一個 非常 非常 有那個力量 還是說很容易 就會讓人掉淚的人 我也一樣喔 因為我們在分享這個 我真的有時候很容易感到 就是 彈到某一個點的時候 那個能量真的會改變 那個點就會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講說彈親 因為很多人現在 大概 雖然是交流的時候 距離都還蠻遠的 坦白講 有時候每天見面 只談不下兩句話 可能對他印象都是不好的 那你自己說 你要彈親他的屁啊 恨死他 那 那所以呢 心這一塊啊 請問啊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對不對 心很重要 那你可以管好你的心嗎 管不了 非常好 為什麼管不了你的心 我們等一下會把答案跟大家講 因為 心不由己 好 一樣啊 我們一樣把這個 再畫出來 我只會畫這個 所以每次都畫一樣 為什麼 因為人就是長大態這個樣子 好 那剛才談身體 我們談流動 對不對 好 你們記得啊 那個老師來講 就是講下流 氣往下流 好 就是這樣子 那彈心我們就會談位置 彈位置 好 這個會跟我們 東方的這個 所謂的五行論啊 有關 如果回去有空的時候啊 你可以稍微google一下 就是中藝講的五行 他就有把這個所謂的 木火土金水 四黃白青黑 這個把它很清楚的列出來 我當初就是 在這個地方 我們做了很重要的連結 把我們身體上的五臟六腑 跟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五感 然後分這個東西 我們做一個連結 做一個連結 就是說 我們發現啊 比如說心的部分 這個整體的結構 大概都清楚 所以我們就不要寫內臟好不好 寫上去就會疊在一塊 心主洗 好 啊等到呢 這邊是右邊 這邊是左邊 好 右邊這邊是肝對不對 肝主怒 啊 脾胃 應該是講脾喔 因為 我們中醫的五臟六腑裡面 所有的臟 實體的部分 都是屬於陰性的 所有的腑 都是陽性的 那什麼是腑 空的部分叫做腑 所以腾的部分 你的胃啦 你的大啦 大小長 那個就是腑 啊如果是脹的部分 就是實心的 你的心啊 你的肝啊 然後你的腎啊 這個實心的部分 它就是我們的脹 脹都是屬陰的 啊 腹就是屬陽的 這是中醫的啦 那這個 沒有很專業喔 那你們 不知道都沒關係 因為它 反正你都有了嘛 跟你無關 這個比較重要 如果你沒有研究的話 這個跟你比較重要 那所以呢 皮齁 皮組什麼 皮組濕 還有呢 還有我們的腎臟 大概在 胃的下方 這個地方 後面 在這個地方 腎臟屬什麼 屬孔 恐懼的孔 還有嗎 肺 肺齁 肺齁 肺出什麼 肺在兩邊對不對 肺出什麼 肺 對照上你的五臟六腑的循環 其實還有 還有 還有齁 譬如說 好 那然後呢 這個就是很完整的 真心地圖 有沒有簡單 啊 老師 你只能說我當中會好 笑 笑笑 笑笑 所以呢 我們常講說 這個人如果常怒 暴怒 易怒 上哪裡 上肝 上肝 是嗎 那這個人如果有時候想太多 就會跟他的肥有關 那如果常常背傷的時候 就會跟他的肺有關 那所以我們人都是應該要開心的 這個是很簡單的架構 還有沒有 有的人會無大 容易受到驚嚇 容易受到驚嚇 跟恐懼是不一樣的喔 驚嚇是比較屬於外來的 恐懼是屬於內在出去的 這是兩個 所以聖族孔 我們修行修行常講說 最深層的那一個低頻率的東西 叫做恐懼 正向最高的那個叫做愛 再來就是光了 所以呢 通常我們的整理是這個樣子 你的腸子會跟你的流動有關 這個人如果有的時候啊 他比較對事情比較放不下 然後偶不偶實的就會把他再回想起來 甚至不斷去討論他 會跟流動有關 然後這個流動會跟什麼 會跟肥胖有關 流動會跟肥胖有關 我們這樣子的答案 是從每一個個體身上測出來 我們就這樣工作的過程當中 一個一個測 跟流動有關 那我們下方還有個器官 你看看喔 膀胱對不對 腎嘛 膀胱嘛 膀胱嘛 膀胱就會跟什麼關 膀胱會跟教育有關 然後呢 這補盆腔 女性還有卵巢還有子宮 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是孕育生命的 就會跟你的安全 跟你的價值 跟你的生命的延續是有關的 所以你看到如果一個人 他如果他的生理的部分有問題 比如說我們的子宮卵巢的部分 生理解的部分 他一定有這方面的困擾 這方面的困擾 他如果說他有消化性的問題 這個流動是大小長暴和你的職場 他如果容易便秘 甚至於到痴瘡的話 這個人有的時候就是話講不出來 甚至有時候就是很嚇 他不願意講的 那 下面這腳的部分 會跟落實有關 腳的疼痛 然後跟執行力有關 跟大概這兩個信念有關 如果你的腳不舒服 但是呢 很多人是在什麼地方 這點是關節對不對 關節包含現在最近啊 好像聽說過敏的人多一點點喔 關節 關節的部分跟皮膚的部分 會跟關係有關 跟關係有關 那還有嗎 這個地方 骨盆腔的部分 跟安全 跟訓認 跟價值 有關 然後腸子跟流動 然後我們的腎臟跟孔 肝跟怒 皮跟濕 還有一個胃對不對 胃跟接受 跟放大有關 胃啊 跟接受 放大有關 胃的部分 就是接受外面的訊息 然後再把它反映出去 所以很多人啊 胃經常 結尾球 它是他的情緒上的轉化有困難 那個不是吃了 你看很多人吃飯很快啊 他不見得會出問題啊 等於現在只能說 會受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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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到潰癢了 可能是胃痠逆流了 他其實不是他講的那個樣子 他講的其實 是這個人的情緒上的處理是有困難的 然後會過度放大 這是皮胃的部分 皮肚是喔 阿講到胃就接受跟放大 然後這是肝跟膽 阿這個是我們的腎跟膀關 腎跟膀關 腎是孔 然後膀關是焦慮 如果你會頻尿 如果你會頻尿 你去看看 你是不是有的時候比較容易緊張 這個就是比較深層的焦慮的部分 會引發出來的 甚至很多人啊 他晚上一定要起來 上一次到兩次的廁所 會跟焦慮有關 然後呢 肺主肺 那肺跟大腎是有關的 這互回表裡嗎 都屬金 都屬金 這個是我們講那個腎 這個是腹 所以大腎的部分 一樣會跟流動有關 然後肺 然後心足形 心跟什麼 心跟小腎 都屬金 也是跟流動有關 這個是比較下方的部分 然後呢 手 左邊 左邊的手是跟接受有關 右邊的手會跟給予有關 接受跟給予 所以有時候你看看你受傷的是左邊的手 還是右邊的手 有的時候啊 你如果是很多人 他為了要表現他是有力量的 甚至於 他有時候就是金在那個地方 他收不進來 別人如果說 專門給他一杯茶 他說不用啦 我自己去倒就好了 這邊你自己喝 我們常常講 那個愛啊 在接受跟給予的當下 它才會發生耶 各位知道嗎 所以千萬不要令於別人的給 那當然你自己是不要客氣 你就要收 因為收回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你的價值在哪裡 如果一方面你又收不進來 然後一方面又給不出去 那你就悶死了 悶就悶死了 所以這件事情都不要做 接受跟給予 是一個非常正常的流動 所以與人溝通與人交流 甚至於我們講就是無私的奉獻 那然後呢 適時的給予 適時的接受 這個對兩個手 都會有幫助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肩膀的部分 肩膀的部分就是承擔 大嘛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是 責任比較大 然後可能對很多人 像王大哥 他的肩膀就很壯 因為他很多人拜託他 拜託拜託拜託 跟現在的選舉一樣 他就 他就是接受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就會落在肩膀 肩膀 肩膀的上面 畫了一個脖子 少畫一個脖子 脖子會跟什麼而辦 脖子會跟你的判斷有關 很多人比較了擺的 他的傷就會出在他的脖子 出在他的脖子 然後呢 這個頭的部分 就會跟你的想法有關 通常都想太多 頭腦比較簡單 頭的部分比較簡單 反正頭暈啊 脹啊 當然我們會講說就是 氣膩啊 我們會提一個觀點就是 氣膩上去 怕下不來 這個頭就會暈脹 吞 然後呢 頭啊 後腦的部分 後腦的部分 他會跟你的心臟 跟你的肝有關 這裡面有個心臟的結構 那個小腦 炎腦那個地方 他會管到我們的心跳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點有個風浮穴 這個點有個風磁穴 所以如果你睡不好的人 請你多放鬆你的後腦 上往下這樣放鬆就好了 真的可以不要而喻 可以不要而喻 我們大概每一堂課 都有一個以上的同學 跟我們分享說 欸你跟我講這個話 好有效 我去掛一個禮拜真的不用吃藥 就這個地方 然後你胸悶的 我們建議也是 主張也是刮這個地方 胸悶的主張刮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分享的刮痧 可能跟你已經知道的刮痧 是全然不同的 一定是不一樣的 我們全身都有跟你管大 風扯往內 到底要怎麼放 所以我們就會 這樣帶就好 他我們概略的啦 概略的位置是你的 大概耳朵下方 跟你的這個中線 把自己的這個地方的中間 大概在這裡 所以我們都是這樣做而已 這樣做而已 那你看這樣刮的時候 我們乾的這個氣就會出來 乾的氣就會衝出來 那 風扯穴 風扯穴 它就是管道乾 風扯穴 它是走濕的 所以它的位置 這裡 離我們的風扯再高一點點 我們講說它管你的位置 風扯 風扯 所以師兄啊 你可以感受看看 你這樣刮的時候 其實那個力道會進去 它不會只是刮在表 你們不要看我在刮很輕 很多人我們這樣碰上去的時候 趕快就會散 哎呦 你痛 然後我們還有帶藥酒 所以那個效率就很清楚 那我必須要跟大家坦白來 因為我們不穿白袍嘛 所以我們不做任何輕度性的行為 所以我們就是從底表這邊解 所以呢 我後來發現說身體不夠就是這個原因 你不彈心不行啊 那你回去噴噴 叫先輩油 那你好像要叫我來幫你鼓鼓鼓鼓鼓鼓 所以這個是互為因果 跟剛才上一段我們稍微談下的那個身體的部分 它是互為因果 那你後來不曉得何者為因何者為果 為什麼 因為已經亂掉了 亂掉了 那不重要了 反正我們同時我們彈身心拼 進去了之後呢 它就能夠很輕鬆去協助到每一個人 那這個是頭的部分 那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關聯情緒的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關聯情緒的 被孔 被孔 被孔是不是 孔 驚嘛 你說這個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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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孔是從裡面出來的 那驚 驚是從外面進來的 無大 對 無大那個 那個人才會去驚到那個 那是從外面進去 然後它的情形不一樣 這個 等一下如果有機會 我們如果幫大家做測試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那個孔的部分 它是從裡面散發出來的 然後筋其實會跟心有關 你會覺得那個胸口就是悶悶的 然後那個頻率的震動就是很不穩定 就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們講就是 身體情緒上面的地圖 那這個啊 或許外面現在有幾本書有在討論 身心條育地圖 那一個作者他就談到很大量這個東西 但是我真的必須用我的專頁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它那個是用頭腦寫的 我覺得它是用頭腦寫的 那我這個是一個一個這樣測出來的 多數人不見得完全正確 如果等一下有機會的話 可能有哪一位師兄師姐 願意讓我幫你測一下 我們可以來感受 好不好 我們可以每一個人來感受 但是呢 我可以跟 這是大概我已經有幾年的經驗 它所集合出來的 那這個還算知識 這個還算知識 那 所以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說 那心 好不好管理 那個師姐就 很慈悲地跟我講說 不行 因為心不由己嘛 我沒有辦法 所以呢 你看喔 我再畫一次這個圖 我要講的是什麼 身體是一個流動嘛 我們可以算到的白天晚上 對不對 然後還有十二時辰的養生法 那還有我們的陰陽 還有任督二脈種種的一切 所以當我們這個氣的循環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乾 然後剛好外面有個事件 然後木就出去了 那 所以我們很難去掌握這個部分 幾乎沒有辦法 那沒有辦法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是 第一個 我們用釐清的方式 我為什麼會生氣 我為什麼會生氣 我們釐清這個東西 你說老師 那裡不用說我都知道 不用知道是怎麼想起我 你知道為什麼會生氣嗎 你為什麼會生氣 不自主的對不對 因為他嘛 我跟你講 我那個鄰居啊 放了三天假回來 帶了一個小公雞回來 天不亮就 咕咕咕 我正好睡的時候 雞就叫 然後我右邊的鄰居啊 帶了一條狗回來 看到車子過去就叫 那一個是雞叫 一個是狗叫 那我就完了 所以我生氣 我們啊 一直以為這個心 管不住 是因為 我們認定 心是被外面的人事物 所牽制住的 你們同意嗎 干擾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這個話真不真實 它對嗎 我會說它是錯的 還不到一半 還不到一半 大概勉強一點點而已 一個比 我不會說不 我不會說不 但是 相同的事件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表達 這個其實幾個比 所以 代表說 當你身體上的某一個位置高壓的時候 這個事件進來了 你就會被引發 不管它是悲 不管它是喜 不管它是怒 所以 這個 我們講說是我的經驗 那等一下 我們就來做個練習 那個練習 就會是你的 跟你有關的 所以我們的講法叫做 情緒本有 而被外在的事件所引發 這個才是真的 情緒本有 為什麼 我要證明的就是說 你身體上的這個能量的流動 它已經從你出生的那一刻 甚至在媽媽肚子裡面 已經進來了 然後我們長了三五十年之後 這個東西 從一個不知道的變已知的 甚至於變成疾病了 所以現在說癌症你們同意嗎 就是因為情緒性的因素 絕大多數嘛 對不對 當然我們不能講說飲食啊 跟作息沒有關係 但是大多數是情緒 所以我比較厲害的啊 就是等一下陪大家玩一個 知心人的遊戲 讓你懂你的心 這是我們的很多的工作 那個分享之一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心的部分 我們先把答案先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會來做一個練習 那個練習就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所主張的情緒 是外面的 是流 那個情緒 是源自於內心的那個能量狀態 然後呢 事件是外在的 是中性的 而且是它是流動的 然後各自去解乎它 這個就是我在解心的時候 一個非常有效的一個方式 它很有趣啦 很有趣 它只會跟你有關 它跟我們有關 但是我看到一個公式 一個方法 好 那我們大概談到這個地方 我們第一個階段談的是 身體的部分 我們談了二十分鐘 我們心理的部分 現在談了四十分鐘 那心理的部分 這樣子談一半 那我想我們今天晚上的分享 心理會比較重要 因為靈魂的部分 怎麼跟大家講 他沒有什麼好講 靈魂只有修而已啦 只有修 那所以呢 有沒有想要再補充一下 關於我們所講的部分 應該沒有很深啦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我們現在看看怎麼做 知心關心 然後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轉念 然後呢 真的 你會發現到說 原來這樣就過了 你去看心理醫師 他會給你建議 你會想過一點 但是你做不到 因為你身體的能量都沒有改變 那我們現在當你知道說 原來你只要重置信念 然後身體某個地方去放鬆一下 你就可以很堅設的 一輩子的課題 當下就會改變 好不好 所以呢 嗯 這個我想請問老師 好 請講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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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